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深圳这个中国科技中心 成为首个加入其他地方政府行列 购买未受房屋以纾困房地产行业的一线城市 深圳市公共住房集团计划购买企业未受房屋 作为经济试用房 这一举措反映了地方政府对解决房地产库存问题的努力 然而这些计划仍面临挑战 包括未受房屋的定价和供需不匹配等问题 此外在贷款基金的规模 也不足以支持市场全面复苏 究竟深圳的这一举措能否成功 还需时间检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深圳市通过加入地方政府 接手开发商未受房屋的行列 成为中国一线城市中首个响应这一政策的城市 这一举措来源于南华早报的报道 该报道详细描述了深圳市政府 如何通过购买未受房屋 来缓解房地产行业的困境 并将这些房屋用于经济适用房 深圳市公共住房集团 在其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通知 表明计划从企业购置未受房屋作为备用的经济适用房 根据通知内容 这一计划主要考虑的是面积不超过65平方米的住宅 单元和员工宿舍 且优先考虑整栋建筑的购买 该购买计划将持续到10月31日 旨在响应中国当局于5月份宣布的历史性救助计划的一部分 这项救助计划包括设立总额达3000亿人民币 约合420亿美元的再贷款基金 支持地方国有企业购买未受房屋作为经济适用房 中国指数研究院提供的数据表明 已有包括重庆市、云南省省会昆明市 和辽宁省大连市在内的10个城市 推出了类似计划 深圳作为中国的科技中心 是四大一线城市中首个采取这一行动的城市 另外三个一线城市 分别是北京、上海和广州 不仅深圳 北京市也在采取相关措施 上个月 北京市的一家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在市住房局的建议下启动了一项试点计划 鼓励房主已就换新 根据该计划 房主可以预定新房 并由协会协助出售现有房屋 就房出售所得的现金 将作为新房开发商的首付款 截至上周二 这一试点计划已完成一笔交易 预计很快将完成约18笔交易 中国指数研究院副研究总监徐月进表示 去库存一直是房地产行业的重中之重 地方政府推出的购房计划 已成为实现清理房屋库存目标的重要工具 然而 这些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仍面临多种挑战 包括未受房屋的定价问题和供需不匹配问题 徐月进解释道 尽管一线城市和核心二线城市 对经济适用房的需求非常强劲 但这些城市的房屋库存通常较少 这导致开发商不太可能大幅折扣出售库存房屋 在贷款基金的规模和利用效率也是一个挑战 根据官方数据 截至6月底 3000亿元中的仅剩121亿元 整个基金仅能购买7.6%的新房 远低于市场复苏所需的数量 深圳市在这次行动中 肩负着一定的先锋角色 作为中国的科技中心 深圳的房价和租房需求一直居高不下 通过政府购买未受房屋 作为经济适用房 既可以消化房地产市场的库存 缓解开发商的资金压力 又能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具有多重效益 此外 这一举措也反映了中国政府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灵活性与创新性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 和复杂的市场环境 政府通过设立在贷款基金 鼓励地方国有企业 介入未受房屋的购买和使用 展示了其在政策执行上的灵活应对 和精准施测 然而 政策的实施效果仍续观望 未受房屋的定价问题 可能会影响政府购房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 如果房价过高 即使有在贷款基金的支持 政府和企业也可能面临资金压力 此外 供需不匹配问题 也可能使得一些城市 在执行经济适用房计划时 遇到困难 特别是在那些房屋库存本身 就不多的一线城市和核心二线城市 综上所述 深圳市通过加入地方政府 接手开发商未受房屋的行列 体现了政府 在应对房地产市场困境中的 积极作为和政策创新 尽管面临定价和供需不匹配等挑战 但通过有效利用在贷款基金 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力量 深圳有望在缓解房地产市场压力 满足居民住房需求方面 取得积极进展 未来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调整 深圳的这一举措 可能成为其他一线城市 和核心二线城市的借鉴 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 和可持续发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要为深圳政府购买 未受房屋作为经济试用房的计划辩护 这不仅是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困境的明智之举 还能有效地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 中国城市的房屋库存问题严重 这一举措能够减少库存 同时提供更多的经济试用房 一举两得 嘿 楚天书 你这也太天真了吧 我是谢琪琪 我们来看看现实情况 中国指数研究院副研究总监徐岳进都说了 去库存是重点 但未受房屋的定价和供需不匹配是大问题 那些需求强劲的城市 未受房库存本来就少 这些房子也不是开发商愿意轻易打折的 这样的政策只会导致地方政府花大价钱买进来的房子 根本卖不出去浪费资源啊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